的 這個非常高興 每年一年一度在寶藏岩光節 又跟大家碰面 光節我們已經從2011年就開始了 往年都是關心在我們聚落內 所以我們也是在想到底光節 這樣子的一個節慶的活動 它的未來會是什麼 這個主題其實可能 是透過蠻長的一段的時間討論 後來就覺得我們這個整個展覽 好像蠻虛淨在討論一種未來性的 所以最後就主題就出來了 就是未來在此發生 所以我們就想說 好啦 那未來就在此發生了 那它會是什麼呢 我們就讓藝術家共同來討論這個議題 自由能源的這一個想像吧 NFT 或者是區塊鏈事件 未來就是很多元的結合 我在想時間的狀況 會不會是一個迴圈這樣子 然後未來只是在那個環上的 其中一個點 然後它可能會來 但是它有可能就是永遠都不會發生 我們在新的世界中 有時候會有一些moment 會讓我們感到感動 或是說一種震撼 那這種moment它能不能發生在元宇宙世界 就人的視覺經驗怎麼樣 就是在不同時代 就我會覺得在未來我們可以用自己希望的方式去存在 我們沒有辦法規劃 沒有辦法安排 沒有辦法預防 在此時此刻 就是我們還需要去關心那個未來嗎 我們或甚至未來的下一代要怎麼面對之後的那個環境 應該要給每一個存在的生命有足夠的適當的彼此的空間 希望我們這個人生中可以看到人類跟環境去找某一種平衡 希望有一天我們可以在心電溪釣魚 我覺得未來是一個很靜悄悄在發生的事情 都是這樣默默的就這樣一點一點的在改變我們的生活這樣 那妳有測過嗎 有剛剛就是在試啦 但是就是等我測完重量之後再整整的試 嗯 這個裝置它是用就是時間還有重量它互相就是牽制 然後還有磁力的就是牽引的方式讓它運作 之前的第一版是D-MMA 然後我想要讓那個時間存在跟不存在這件事情再更明顯一點 所以我這次就是滴水 它滴完了然後整座話出現 完整的出現可能就是一個小時這樣 然後就會慢慢再趕掉就會又消失這樣 因為疫情的關係嘛 然後所以很多事情都有突然停擺了 我就覺得這個時間點做這個創作好像很適合讓人家停下來去想說 就是 就是我們到底想要的未來到底是什麼樣子這樣子 就是我們到底想要的未來到底是什麼樣子這樣子 就是我們照衛星 它現在離我們的距離已經是離開了那個太陽系 所以就有了 想要透過 就是用虛擬的這個AR的擴增實境 來去擬仿海者一號的 前方所看到的景象 啊有一個星球看過去了 對對對 它會一直在不斷 民眾凝視的這個 下面這個宇宙的過程中會發現 它其實是一個空間 所以他們可以繞著這個平台 按照他們想要 觀察這個宇宙空間的方式去 觀察下面發生的現象 另外一個是一個 有點像廣告看板的一個透視的空間 我們可以對它發設我們想要對宇宙說的話 宇宙的經驗傳到宇宙的永恆 就是剛剛放明老師 到了宇宙 這個時間這件事其實是會有點消失 希望 別人去感覺到這種好像無止境的一個時間感這樣 大家都說未來可能就是 可能性 然後它可能會來 但是它有可能就是永遠都不會發生這樣 就像我的 《四人非人》這件作品 就是用電的 電極的陣列 去啟動人的電子覺 它可能是一個永遠不會被廣泛運用的科技 但是它透過我的這個創作 跟我的藝術方法 它可能可以被擴張成一個文化 就是比如說 寶藏岩的風景是電起來是怎麼樣子 可以再喊進去一點點 就是把電覺擴展到你身上 因為我是用廢紙爐的 所以你需要時間去習慣 舌頭它可能對感知的功用 可能不僅僅只限於味道 這個可能可以讓我們未來更有多的想像 對面的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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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有一種 帶有某種很久性 但是卻又這麼的脆弱 綠色環境組織 所出來的一份報導是 2050年亞洲各大城市都有可能即將會面臨淹沒在海平面之下的危機 透過這次的創作去帶出了寶藏岩其實是在河道旁邊的現實 在離世段面的牆壁上我們貼了就是河的一些圖像 來去延伸那個河的那個環境跟那個地景 黃昏直到晚上這個階段 藍光會慢慢的透過陽光的衰減亮了起來 有點像影域這個河面慢慢的漲潮了以後 那淹沒了這個歷史段面 在前面這個白色的那個燈條的時候 有點又像是透過光去進行的城市素描 有點類似像類舞台的形式 展示給市民 看到我們對於這個城市的未來的憧憬也好 或者是警醒這個市人也好 那馬克白效應是一個心理學上的專有名詞 當你在道德上面有瑕疵的時候 你會特別想要透過洗滴的方式 清潔的方式去彌補自己心中的那份罪惡感這樣子 人活在這個世界上面 不得不因為某一些需求 勢必會消耗地球上的種種的資源 但問題是人還是要求進步 其實是無可奈何的 對 然後所以我們贖罪 所以我就結合了這樣的 對關於環保上的 關於消耗能源上的議題 以及戲劇世界裡的故事 去創作了一個馬克白效應這樣子的作品 舞台冷熱交換的裝置 它正在同時在擷取 甚至就是奪取這個空氣中的水分 然後你會看到它逐漸地累積 然後會流到這個水龍頭裡面 你來贖罪 拿來洗手的那個水 同時也是從大自然擷取跟奪取來的水 這次在光潔呈現的作品 我就是選擇想要利用風作為其中一個最重要的動力來源 那風廳這個系列就是從2018年開始 這一次自己設定的一個目標 就還是希望它可以百分之百利用它轉動的力量來發電來驅動燈光 甚至是一些可以發出聲響的裝置這樣 如果說它真的有辦法就是完全是依靠自己的力量發電的話 那它就是藉由一些自然力量 然後讓它可以獨立去運轉 可能是比較是對於這個就是自由能源的這一個想像吧 應該是說在有風的時候 它會是最美好的狀態 有沒有志願者想要體驗到原宇宙的機會啊 NFT它是一個數位的藝術品嘛 現在國際上法律上的慣例啊 比較像是一個數位冠名權 也就是我買了這個NFT 其實我買到的是我的名字在旁邊的這個權利 那這個我覺得也跟光明燈很像 我們也是名字在上面嘛 然後作為一種信念上的寄託 那數位的藝術品要怎麼在現實生活中展出 所以我們這次做了一個叫做寶藏道 那只要這些人呢 他們手上收藏的NFT寄給我們 我們就會給它光明燈 這個光明燈同時間存在於原宇宙的空間 還有現實生活中 也就是寶藏岩邊境71號的空間 那你也可以操作VR或iPad 點進去在裡面走來走去 就會看到你的作品被供奉在這個原宇宙的空間 原宇宙3D的這個藝廊裡面 我覺得未來主要就是有很多的元素 然後創新的結合 在我的糕點裡面 就是它通常是一個西方傳進來的烘焙方式 但是我沒有忘記過去可能傳統記憶中的食材 或是我們舊的經驗 我自己個人是最喜歡這道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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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好鹹耶 真的 因為就是我覺得它的口感是很豐富的 因為糕點平常這個活動我主要會有四份的甜點 那第一份就是剛剛講到的麵茶 我把它做成提拉米蘇 然後第二份是客家的鹹派 其實就是我們一般吃到的客家鹹湯園裡面的素材 然後把它變成鹹派 那還有一個是烏魚芝麻雞 再來一個是地瓜擂茶戚風 我覺得味覺是可以勾起一個人的記憶的 所以我想知道他們在我的糕點裡面他們想到什麼 我覺得對我來說都是蠻寶貴的事 在未來我們可以用自己希望的方式去存在 我想要做的是一系列的抽象動態雕塑裝置 然後它的造型的構成是我從我自己身體的一些比例去設計出來的 然後還有一些程式的算法去生成一些幾何的抽象圖面 心跟光這兩個字我覺得他們分別代表了一個是意識 然後另外一個代表了某種物理的世界 然後這兩個部分的結合就是發生在身體 因為我們的意識是透過身體去看到這個世界看到光 我滿關注就是視覺這件事情 就人的視覺經驗怎麼樣就是在不同時代有不同的可能性 以前的人常常會反映說會做黑白的夢這件事情 有一種科學的說法是說 因為以前有一段時間就是大家看黑白電視 所以比較會有黑白的夢境 對所以我那個出發點其實有點在玩味這個 就是關於顏色這件事情這樣子 就是透過那個光影跟投影機的變化 燈亮狀態是有顏色的狀態 然後當燈慢慢的暗掉之後 變成透明器的光去改變那個物件的顏色 然後會發現說東西的彩度好像慢慢消失這樣 我覺得我作品好像沒有真的就是說 所聽說未來是什麼這樣 它反而是有點像是藉由過去的科技 然後去思考說那就是人跟科技之間 未來的狀態可能會是什麼樣子的亮光這樣子 其實一走進去的時候有點嚇了 就整個都暗的 然後那個燈光氣氛又很好 而且它燈會突然打開 嚇到人家這樣子 我覺得很不錯 這一次看到的題材跟我以往看的不太一樣 就像剛剛我提到的一件作品 NFT 它其實是真的搭載到就是未來的一個趨勢 對我來說滿新穎的 我也覺得這個展覽其實讓我從藝術家的創作理念看到滿多 就平常我們可能都有接觸到一些小事 但是不會去仔細思考的問題 所以如果讓我們來看到一些具體質的感應 其實藝術家對於材料這件事情 有了一些新的想像 我覺得這個光的這件事情 不應該只是局限在材料 那我其實我自己想像當中的光潔 其實還有一種人性光 我們其實很期待能夠 慢慢地在保障一點這邊發生 所以我們已經有在寶貝 只有他非常重要 還有一些新的想像 詞曲 李宗益 演出 李宗益 演出 人房子